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旭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測試一下 Toyota Yaris Cross 的平均油耗測試 測試路線是150公里 我們就是從實定的服務區出發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走106移 再接到北宜公路下去之後 我們會到頭城 走濱海公路 一路到基隆的市區之後 走國三再接國五 然後到實定這個地方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的測試路線 車輛設為Eco Mode 然後空調的部分 我們會設為24度兩段風 都是我們定型化的一些標準 剛好我們在加油站這個旁邊的停車場 可以看到是Yaris Cross 跟同樣顏色的Ruffle 老大哥跟小弟 真的是造型上非常像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 針對外型的部分做一些解析 而且我們上次也跟 Toyota Yaris Cross 的總工程師團隊 有進行過一些專訪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他們在設計時候的一些開發的秘星 我們接著就去加油 然後把醫療歸零之後 我們就出發吧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有點像類似旅遊的形式啦 小旅行 那就是做這個平均油耗測試 之前有做過相當詳盡的在展間的靜態的解析 還有動態的講解 我們這次主要Focus在油耗測試的體驗 還有我們在測試過程當中 我們觀察到一些產品的細節 好 那我們剛剛一路從實定服務區 走106椅 然後上山 那我們在上坡狀態的油耗部分 我觀察到我們大概是每公里9 到106椅的頂端之後就有個下坡 一路下滑到平林市區的時候 油耗大概是在11點多左右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茶葉蛋 全名叫做石牌縣界公園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觀察到 我們目前的油耗呢是12.1 那我們已經行駛了42公里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次所測試的 一樣是Yaris Cross最頂規的 82萬元這個潮丸版 平均油耗呢全車系都是17.5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看看 能不能夠達到能力局的水準 甚至是超越喔 那我們在這邊還是簡單 大家瀏覽一下它的外觀 其實原廠有把它賦予一個設計語 會叫做Solid Dynamic 那其實他們最早是先由Solid發翔 兼顧的那種SUV方正的一個線條 其實跟RAV4相當像 原廠團隊呢 我們那時候經過訪問的時候 他們表示說為了不讓整個車子看起來太死板 所以他們加入一些機理的線條 所以看到它有一些多層次的 像霧銀的點綴在整個T型的水箱護罩的上方 然後甚至是下方的下護板 然後呢 車頂的行李架 我們可以看到它還是一個霧銀的材質 我們跟原廠詢問後 他們表示說它的沉重的耐重度是75公斤 所以可以應付大部分大家對於可能什麼衝浪板 甚至是你要做一個置放架等等 加個橫桿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在車側部分可以看到 中階以上的Yaris Cross 它是都搭載雙色切削的鋁圈 我覺得造型上算是相當的動感 那我們這次所測試的車型呢 它是搭載普利斯通的 Threader HB Sport休旅胎 跟我們之前在公辦試駕所體驗到的 另外一款OE胎 馬吉斯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必須要提一下 Yaris Cross在國內的全車系呢 都是標配了白病的LED頭燈 以及LED的尾燈 好那我們接著看一下車側 其實它整個車長大概是4米3 它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創造還不錯的車式空間 那下方呢則是一樣也有個霧營的點綴 這也是在頂規的潮玩板所採有的 好那我們看到車尾的造型部分 這個LED尾燈它有做一個L型造型的導光條 那甚至是它的牌照燈組 也都是LED的燈源喔 那下方呢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是頂規潮玩板 所以它有霧營的類似分流器造型的設計 那排氣管則是隱藏式的 那我們接著來打開一下 我們後行李箱 可以看到說頂規的潮玩板 它就有標配這個相當便利的電動尾門 而且它有移車上鎖功能 我們按一下這邊之後呢 它就會把電動尾門關起來 然後前面的車門也會進行上鎖 原廠公布它的後箱行李容積未傾倒之前呢 是458公升 那以這個同級駿來講呢 其實算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水準 我們特別要講一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一個平整化 你看連尾門的這個門檻呢 其實完全是銜接的 那這個就是Yaris Cross 他們原廠所搭載的高低可調式的活動式隔板 那我們那時候有詢問過 Yaris Cross的總工程師團隊 包含余天車總工程師 他們有表示說 當初就是特別要設計這個 高低可調的隔板 除了讓它的整個行李箱 在我們打平之後呢 可以形成 包含門檻都平整化的空間之外呢 他們講說 有在開車人 偶爾會放一些洗車工具在車上 不想讓別人看到的話呢 就可以放在這個隔板之下 非常的隱密 美觀又很便利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開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其實我們這次呢 因為做定型化油耗測試的時候 我們都是固定兩位工作人員 然後再加上載重物 我們就是會算到 總計來講就是200公斤 那我們這次呢 就是準備了我們的年鑑 可以看到 Yaris Cross它的空間規劃 相當的靈活 那除了像我上次在公辦試駕的時候 發現說它可以放一個 20吋的登機箱之外 我們這次這個年鑑 也可以完整的 放在這個下面 都不會被看到 另外呢 可以提一下其實它的後箱 也有LED的照明 全車的照明 在室內也都是LED的 算是相當不錯的設計 好 那接著我們到內裝來看一下吧 好 坐進Yaris Cross的車廂之內 其實我從第一次在展間 看到這款車的時候 就覺得說 它蠻多屬於 我們過去在Dihaz的一些小車上 才可以看到一些 蠻細緻的一個小巧思 中控台呢 雖然還是一些大面積的黑色的材質 但是它藉由雙層式的架構 搭配一個藍色的縫線 我覺得讓它整體的視覺上更為活潑 而且中階車型以上 它也有搭載鋼琴烤漆的飾板 中控台中央扶手這邊的 霧銀材質的設計 整體來講呢 雖然是一個小車的設計 但是它讓你感覺說 不會覺得無聊 但是是蠻年輕活潑的 那甚至呢 全車系呢 它也有搭載浮雕式的門板 在前座兩側 然後甚至是 你摸的這個把手裡面都有 那在頂規的潮玩板呢 它還有另外搭載LED的藍色的燈條 包含兩側的門拔 甚至是在中間的中央安座 你可以放手機的地方 它這次呢 在國內呢 全數都是搭載9吋的 DRIVE PLUS LINK觸控螢幕主機 那它支援 有線的Apple CarPlay 以及有線的Android Auto連結 你可以很輕鬆的 透過旁邊的最新的USB-C的插孔 直接插了就可以 連結你的導航啊 還有影音娛樂等等機能 原廠還另外選配的導航 都可以做加裝的 這邊有一個EPB電子手煞車搭配Auto Hold 這就是他們當初開發團隊 相當堅持搭載 讓大家在市區走走停停啊 甚至搭配ACC等等 它都可以長時間的暫停 後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大家只車系上 常常看到的小炒斯 就是這個雙層式的製背架 手要背有的可能比較淺嘛 就可以這樣把它放比較高 這樣子 打開來之後呢 它可以變比較深的空間 我就可以把我的飲料呢 就把它往下放一點 我覺得這是蠻有巧思的設計 在數位儀表的部分 在頂規的炒碗版 它有專屬的這個7吋數位儀表 打R檔或打D檔的起步的狀態之下 它一個小小的圖案告訴你說 車頭的轉向 現在是轉哪邊 轉左還轉右 對於一些首後組 或者是第一次開車的年輕族群來講 它蠻好去掌握說 它車頭的一個動向 數位儀表裡面呢 還提供四種的顯示的切換 比方說轉速表在最下面 或者是轉速表至中 或轉速表在旁邊等等 它一些豐富的視覺 都可以讓你感受得到 我們過去在有些日本車上看到的 它就是一個紀念日的設定 你可以設定 比如說老婆生日 或者是你結婚紀念日 它也可以跳一個提醒 另外可能大家也常用的 比方說驗車日等等 那我覺得Yaris Cross 它整個坐在裡面的車艙空間 算是相當的挑高 然後頂規的炒碗版 這個也是皮質設計 搭配專屬的藍色縫線 那我坐在後座的話呢 以我身高178公分 我的西部空間還有兩拳 那頭部空間還有一拳 那甚至它有配中央的後座扶手 兩段傾腳可調的後座椅背 可以把它往後傾一點點 讓你整個在長途行車的時候 更為舒適一些 我覺得這些都是Yaris Cross 它空間上的巧思 那另外呢 在頂規的炒碗版 它也有搭載溫溫空調 那後座出風口呢 也是中階以上才搭載的 全車系都有標配後座兩組的USB-C充電孔 我覺得它不管是在空調的機能 充電的機能都算是相當豐富的 好 那接著我們就下山 那我們就來繼續我們的油耗測試吧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結束了 這個台二線濱海公路路段 而且已經穿過基隆市的市區 來到國道3號 我們往實定的路上做反乘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Yaris Cross它這塊TSS系統 跟過去的TOYOTA系統不太一樣 它是採用雙鏡頭偵測的 戴哈子所研發的DNGA這個平台 它沒有好像一波雷達 但是它的功能還蠻齊全的 像我這邊按了一下 右側盤幅的ACC Ready的系統 我再按Set 我就會跟隨檢測 那它這套ACC系統呢 它是全速域的 因為它可以搭配 STOP&GO的機能 車速最高呢 其實可以設定到125公里 ACC最低可以設定的速域是30 所以它是30到125 但是整套作動的系統的功能呢 其實是可以從0 一路到125公里 那ACC的車距離 畫面上就是有三段 如果說我們跟到有前車的話呢 它就是會有這樣一個車子的符號 車道行駛輔助呢 它的速域呢 是在60到125這個高速域區間呢 你只要車輛有壓線 或者是表情偏移的車道 它都可以幫你做輔助拉回的動作 那其他的部分呢 像頂規的朝晚板呢 包含像盲點偵測啊 後方來車警示 甚至它也有前車史離的提形 也都可以在7吋數位儀表裡面形式 像我們今天的試駕環境 跟我們上次共辦試駕比較不一樣 今天是比較晴朗的天氣 比較沒有雨聲的噪音干擾 在冰海行車路途當中呢 我覺得它的整體的行路質感啊 還有車子的靈活感呢 都算相當夠的 你就很好去輕易的操作 油門在出段的反應也是很輕快的 那尤其像我們剛剛進入到基隆市區之後呢 有點像我自己平常是開我的車是轎車 做到這個跨界的Yaris Cross上面來看的話 往前看一下下 你就可以看到比較遠的視角 那這個就是跨界小型休旅 它在整個車身的離地高 還有你的視野上的一個優勢 在動力的部分 Yaris Cross搭載了1.5升直列四缸自然進氣引擎 那它的最大馬力的是106P 可以在6000轉產生 最大扭力的是14.1公斤米 在4200轉產生 搭配的是CVT的五段變速箱系統 提供S檔 往右波 它就進S檔 就可以像它最高到高速的時候 可以模擬到7檔 行車模式部分呢 方向盤的右側這個Drive鍵呢 短按一下就是Power模式 那長按一下呢 就是Eco Mode模式 像我現在這樣的狀態就是Eco跟Power同時開啟 那我之前也在公辦試駕的時候講過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還不錯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加速的時候比較有力道 但是你放開油門滑行的時候 它會做得比較和緩一點點 整體是都更為舒適的 Yaris Cross呢 雖然它沒有怠速熄火的功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油耗的水準表現是不錯的 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回到我們出發的加油站 然後來跟大家揭曉最後的油耗成績喔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出發在實定服務區旁邊的中油建德加油站之後呢 我們剛剛已經把油箱重新把它補滿 第一次跳停之後呢 我們會再等10秒 讓它再跳停第二次 得出的加油量呢 是10.276公升 那167公里除以10.276呢 我們達到是每公升可以跑16.25這個數字喔 雖然跟能源局公布的平均油耗17.5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但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是有進行一些拍攝 而且我們有做一些山路的動態 甚至是稍微一點怠速 而且遇到下班塞車的車潮 所以Yaris Cross的潮丸版頂規這個車型 它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已經算是相當亮眼的 網友們對於Yaris Cross 還有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車主可能已經交車了 也歡迎在我們Youtube討論區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實際觀察到的油耗經驗喔 我是育克張旭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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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